第四百九十集 安排与进入通天塔 紫色的月光笼罩大地 一丝丝紫色的心理扑洒在北风的身上 这种紫色的心理一进入身体 就有着一种冰凉的气流感觉 让身体的细胞慢慢地强大 真是得天夺厚的环境 天地灵气浓郁 就连月光也是蕴含神秘的能量 北风心中感叹着 这样的月光一两次自然是微物足道 但是数十年下来 哪怕是不能修炼的普通人 也会筋骨强健力气大增 父亲 爷爷 进入餐厅 十几个旅家之人恭敬地叫道 嗯 坐下吃饭 北风点了点头 坐在了守卫 桌上的菜品很是丰盛 绝大多数都是百年进第三层的妖兽肉 甚至第四层的妖兽肉也有 偌大的饭桌上 除了咀嚼声之外 没有其余的声响 北风这具身体的前主人 规定的是 寝不言 食不语 北风吃饭的速度 不快不慢 没有选择第四层的妖兽肉服用 这第四层境界的妖兽肉 要力强大 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支撑的 这些妖兽的来源 都是各个进入通天塔中的 猎杀小队猎杀的 价值不菲 仅仅是现在这一桌子菜 放到酒店或者餐厅之中 怕是不下于十万通天币了 通天币的购买能力 还是很坚挺的 十万块钱 足够让普通一家三口 生活好几年 至于天目兴盛的本土妖兽 现在却是被当作了保护动物 专门画了一大片区域 保护了起来 从明天开始 集团的事情 就交给老大和老二负责了 至于老三不成器的东西 只享受年底的分红 集团的事情不准插手 吃完饭之后 北风想了一下 全盘接受了吕青天的记忆之后 北风自然明白 三个儿子的性格 吕良沉稳 遇见事情不乱分寸 吕白玉则是充满了锐气 心思多变 这两个人相互配合之下 一攻一守 正好性子互补 至于吕灰 北风也是一头黑线 这个家伙典型的顽固子弟 从小到大 没少惹祸 典型的坑爹 每年享受分红 混吃等死就行了 父亲 您老当义装 集团在您的领导下 肯定能够更上一层楼 对啊父亲 我和大哥还不行 父亲 怎么说吕灰也是您的儿子 您怎么能够厚此薄彼呢 大哥和二哥都掌控集团 吕灰怎么也要当个经理什么的吧 闭嘴 我吕家何时轮到你来插嘴 别以为这些年 我当真是老糊涂了 这些年你仗着我吕家 可是没少往娘家拦好处吧 北风轻轻地说了一句 不夹杂丝毫的烟气 就这样盯着朱眉 让朱眉背后发寒 父亲 你不要说话 我对你很失望 既然选择了当顽固 需要有当顽固的样子 不要想着再去揽拳 如果不想当一个顽固 那么就去集团的最底层做起 另外 你要记住 你姓吕 不姓朱 北风没有好脸色 直接说道 一群人静若寒蝉 没有想到老爷子突然发火了 而且这股气势 比之以往强大了太多 我明白了父亲 吕灰失魂落魄 没想到一向对自己疼爱的父亲 会发这么大的火 你先下去吧 另外想好了 就来告诉我你的选择 不要让我失望 北风坐的位置上丝毫不动 淡淡地开口说道 父亲 这样对三弟是不是 吕良迟疑地说道 我以前太疼爱他了 以至于让他不学无数 我吕家家大业大 养一个闲人的钱还是有的 但是想要掌权 那就要拿出本事来 我不会让我的心血被败光的 这是吕青天的想法 北风不过是说得更加直接而已 吕林 你的天赋很不错 但是太懒惰了 从今天起 不突破百年境第三层 就不准出去鬼混 北风看着下方的吕麒麟 恶狠狠地说着 啊 吕麒麟傻眼了 刚才还在偷笑三叔的下场 没想到转眼 火就烧到自己身上来了 当下郁闷地点了点头 吕青天在家里的威望 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 决定了的事情很少有更改 吕麒麟也不敢反驳 唉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什么权势 什么万贯家财 都不如寿命来得重要 我也算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趟 现在幡然醒悟 一切都是实力 实力就等于寿命与权力 北风突然叹气 父亲 您刚突破 还有很多的时间 一定能够修炼到更高境界的 一群人安慰着 但是自己心里 却不怎么相信 这一次是侥幸突破 下一次谁又知道呢 我决定了 下个月 我将带着集团聘请的舞者 进入通天塔中 寻找机缘 北风轻飘飘地开口 但是这个消息 对于吕家的一群人来说 不亚于重磅炸弹 父亲 不可 通天塔中太危险 让集团聘请的舞者 进入还好 但是 您怎么能够以身犯险呢 对啊爷爷 我们一定好好修炼 到时候 一定为爷爷 寻来造化果 反应过来之后 一群人瞬间慌了 急忙劝说道 开什么玩笑 好不容易才捡回了一条命 再去通天塔上 不是寿星宫上吊 闲命长吗 吕青天可是 从来没有进入过通天塔的 不说进入通天塔 这样的危险之地 就连动手 都没有与人动手过 就算是有舞者护卫 那也是太危险了 每年通天塔中 不知有多少人 没有再回来过 除了极少数部分通天塔后的世界 被完全地开发 其余大部分通天塔中的世界 都是凶险无比的 我一决 不必多说 北风皱眉 转身离开了 留下一群人面面相去 看来生死之间 老爷子受到了大刺激了 众人无奈 老爷子都这样说了 众人也只能做到最好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 在通天塔中会遭遇到什么 就算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也有可能全军覆没 父亲这一次醒来之后 变化很大呀 嗯 威势太重了 既然父亲要进入通天塔 那么安全方面很重要 回去在集团之中 挑选一些忠心的人吧 吕良 与吕白玉两兄弟商量着 对视一眼都觉得有些头疼 都快一百岁的岁数了 才突破百年进第二层 你老人家还瞎折腾啥呢 北风可不管这群人怎么想 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点燃一根香蕊灯 盘息而作 开始以打坐代替睡眠 一股股浓郁的烟雾 从炉子之中生了起来 但却并不呛鼻 反而让人的精神无比的舒适 对气血的运转 也有着一定的加成 这是一种通天塔中的特产灵药 百年才称才 一根香蕊 价值一万通天壁 对于舞者修炼 有着一定的帮助 北风眼观鼻鼻观心 瞬间进入到空灵状态 无喜无悲 但是浑身的气血 却是自主地运转起来 强大的心脏 扑通扑通地跳动着 每一次跳动 都是挤压着大量的血液 冲刷全身 同时每一缕血气 进入心脏之后 数量都会减少一点 但是血气 却是更加的精纯 这个世界的舞蹈 传承已久 很有科学之处 气血不分 完全融合在一起 爆发的力量 比单纯的炼气 或者炼体 都要强上三成 三成看似不多 但却足以让 同境界的舞者 出现碾压一样的效果 而且回气的速度 也比单纯的炼体 和炼气强不少 这也是北风 选择着功法的原因 虽然北风 如今的境界 只有百年境第二层 但是就算是 百年境第三层 也不是北风的对手 北风的灵魂之中 可是还拥有着三尊 达到第三阶段的心神 每一尊 都不会比这个世界的 百年境第三层弱 北风此时的灵魂之中 一点心窍闪烁着微光 外界之中 一点点的太阴心力 不断地填充进入心窍 只是一会儿的时间 心神已经饱和了 而后在心神的 免贯之上 一股小拇指大小的 紫漆气流 如同一条小蛇一般 涌进了 北风的身体中 这股心力 就像是被心神 提纯了一般 如同一针强心剂 注入到北风的身体中 正处于蜕变阶段的身体 顿时大口大口地 吞咽着这一股能量 一粒粒的细胞 开始经营 饱满起来 而后分裂出了新的细胞 而在北风的骨骼之上 紫色的气流也没有放过 在骨头上游走 最终这股能量 消失在北风的脊椎之处 先是感觉到一阵刺骨的疼痛 而后则是冰寒 酥酥麻麻的 像是全身触电一般 而后则是如同脊椎之中 生腾起了一阵火 再灼烧着脊椎 一滴滴的汗水 在北风的脸上出现 而后顺着脸颊滑落 如果此时脱掉衣服 就可以看到北风背后的脊椎骨 一节节凸起 周围的皮肤如同煮熟的虾一般 这是在改造自己的骨骼 也就是造险能力 脊椎在这一刻 如同一条抬起头的大龙一般 猙獰无比 整条脊椎骨都是凸了出来 散发着一股股热气 北风表情没有变化 这种伤痛 比之灵魂受到的伤势来说 差得太远 还不足以让自己坚持不住 一股股鲜艳的血液 鼓鼓地流淌出来 加上刚吃下的腰瘦肉 北风的身体 正在飞速地强壮起来 本来就是年纪大了突破 虽然突破了 被浓郁的精气繁补肉身 再加上灰色雾气的脱胎换骨 也只不过是一句空壳而已 如今北风则是在一点点地 把这具亏空的身体滋养回来